白玉禅祖师 人们的形象总是与一昧飘飘的仙家风骨相联系 红尘中的喜怒哀乐从来不会扰乱他们这颗修真的心 那截然一身的洒脱仿佛都是天心下界 既令人心生向往却又暗暗觉得高攀不起 难道修道人真的是高冷到没有朋友的一种存在吗 今天小万告诉你如何寻找你的道办 崇阳真人在《历教十五论》中提到 修道人应该有志同道合的道办 本欲疾病相符 你死我埋 我死你埋 道人的朋友是可以托付性命的 在道教修行中提倡要与人为伍 这是由道教修真的特殊条件决定的 修道之人大多不慕荣华 只因现山野之中的逍遥自在 古诗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发达 一人在深山中修道 难免会遇到一些难事 甚至还会有身家性命的危险 合道办第一重意义即在于彼此之间可以相互辅佐 视为对方的守护之人 尤其是在恋神出窍的阶段 一名合格的道办 其既要防止对方被外界干扰 又要守好其肉胎以备神还 此时若稍有差池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 八仙传记中铁拐里真人正是因为所托非人 神游之后却被徒二烧掉了肉体 无奈之下才寄身到瘸腿乞丐的身体中 真人是神人 此等经历不过是一场磨难 若类似事情发生在普通恋养者身上 恐怕一定会有性命之忧 所以道人之友是超越了泛泛之交的朋友概念的 而是达到超越生死的信赖 再退一步讲 并不是所有的修道者都要做性命上面的功夫 尽管只是参玄问道 也同样对道办有一番要求 道人修行以清静为本真 以自然为根基 一心只恋世外白云 却无异于人间烟火 所以与修行人在一起参玄问道 谈论的多是出离世间的逍遥志向 而非红尘俗世的家常里短 这也并不等于说道人不关心世间冷暖 而是在他们看来 世间一切皆有成富 我们既然做了某事 就要有勇气去承担相应的后果 这是人间定理 也是人间之道 修道便要练出一双通明的眼睛 看世事 避免被自身的欲望蒙蔽 真人强调要先责人 而后再合办 怎么去责呢 真人说有三合三不合 明心的人 有慧的人 有智的人 这样子的人才能作为一个选择 什么是明心的人 修行的次第是明了的 真人的心法它是透彻的 要先穷礼再入山 而不是入了山懵懵懂懂 出了错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心透了再去行 我该走什么样的路 哪个阶段找什么样的人 完成什么样的事 我这是借假修真还是怎么样 借的什么假 修的什么真 了的什么性 明的什么心 得明白 这样的人修行不是糊涂虫 他拿捏得了火候 自己是有个主心骨的 万事不求人 缘来了应缘 无缘就安心 透彻 透彻彻的 有慧呢 不是聪明 而是指的先天的慧根 先缘 糊涂虫不行 污浊的人不行 迷茫的人不行 根基得好 很显然素世以来积攒的善业完备了 今生要了的债 要做的圆也圆满了 了了脱脱 没事干了 只剩生死两个字了 有智呢 真人说 立身之本 全凭心智 没有智走不长远 平平淡淡 三年五载 就不愿意走了 要有大智 还得要有小智 大智要发大罗天仙的愿 鬼仙 地仙 人仙 这些下品仙 不要去想 发就发大愿 愿有多大 最后走的路 就有多远 智气小 行道过程中遇到的磨难 就没有一个东西去克服 很容易被挡住 很容易停下来 很容易半途而废 最后管他修成什么呢 修成地仙也好 修成神仙也好 那是以后的事 不去管这个果 但是起的阴 在心智上要发的大愿 有的大愿太空了 再立一个小愿 小智 找一个道办 两个人志气相投 心性相投 智慧相投 跟年龄没有关系 平常少往来 各自修行 各自用功 有事的时候做一做 借个东西 实在自己修行中遇到难题了 过不了的关卡 房仿道 跟道办两个人说一说 两个人共同餐一餐 解决解决 生病了 那个给那个打个招呼 说三个月了怎么没见面 过去看看 看他是不是生活遇到困难了 是不是病了 保持一个淡如水的状态 不能太紧 不能太松 两个人的地方可以相望 我能看见你 你能看见我 但是生活互不干扰 走上个十分钟 二十分钟 走到那边就可以了 也是散散步 太远就照应不上了 无论是生活还是修行 太近呢 干扰太多了 你操心我 我操心你 你在这边打拳了 他在那边念经呢 互相影响 真人说了三种不合 一种就是不明 助外境 在外壳 外相上下死功夫 执着 较真儿 这样的人是不明心的人 不跟这样的人打交道 那是下诚之事 没有智慧的 姓愚拙的 浑浑顿顿的 这样的人不跟他交流 说不透 三分钟说一个话题 五分钟又说另一个话题 半个小时之后 跟螺旋一样圈儿越化越大 性子是散的 不专一 没有一个自己下定决心的事情 没有一个把神志收起来的东西 真人说第三种是无志气 干打哄的 走走走 咱们去修行 怎么去筑山 山中空气好 城市里面雾霾 城市里面人太多 城市里面怎么怎么样 干打哄 去了之后 稀里哗啦 打个山洞 凿个岩壁 立个草庵 头天住了第二天就走 为什么要走呢 人的行为是跟着心在走的 心中无志 没有这个磐石一样的恒心 没有这个生死不离的志气 自然就跟着就走了 道人之修行是一生要尽的事业 如果不能与道办相合为一 且中途又要换个二三人 只会是清静心性被繁琐琐事扰乱 对修行并没有什么好处 与此同时 真人又告诫后人 即便是遇到了情投意合的道办 也不可产生恋与不恋的心思 诚然此处所指之恋 并非是男女情事 而是说明不要把个人身心 全部依恋于对方 若恋则会心有所系 若不恋则会情意相离 细心就无法达到清静无念 一离又会生出许多间隙 何谈同修之礼呢 在恋与不恋之间做取舍 也正是道人恋养心地的过程 以人为敬可以明得诗 真正的道办 其实是道人自身的应照 如何选择道办 其实是如何去审夺自己 以什么样的标准要求和道之人 便先要以相应的标准 先来苛求自我言行 唯当能助人方式能助己 以上所言皆是在修真意义上而言的道办 修行之事不仅仅属于道人 普罗大众若能有向道之心 亦可称为修行人 但因为每个人参悟道的玄机不同 所以修正出的道果也必然会有高低差别 重阳真人又害怕后学弟子 只执着于何道办 却忽略了修道的本真 所以着重强调 则道办的三大法则 不可顺人情 不可取相貌 唯则高明者 不上法也 世间人都是在用双眼看世界 所以向来注重外在 修行人是在用心观世界 要看到表象背后的实质 唯有不受五色所染 才能站在智道的高度 淡看繁华烟云 所谓高明者强调 要有超越人间视角的高度 更要在明达世间 因缘后依旧心念慈悲 道人虽然出离了世间 但并不会因此而厌弃凡尘 而是把悟道的根基 回归到一切人与世 从万物之中 得悟万法 从人间珍常中 参政本然道性 看人间更是为了明自己 所以对于真得道者而言 真心可教的道办 并不一定具体指某一个人 而是云云众生 都可以成为他映照自我的对象 若以慈爱之心去度众生 世人也必定会抱以护持之心 真高明 非是要比拼谁人修真恋性的功夫 更上一层 而是不论是在面对修真 还是凡俗时 都可以保持内心中的纯和 心中无分别 方不受万千情思的牵扰 以天下为智友 做四海之遨游 你找到了属于你的道办了吗